第221集 杨如新刚迈进门槛 就听到了喊声 急忙又跑了出来 忽然大路上出现了罗马队 走的最前面的正是李忠书 杨如新顿时松了一口气 他们总算是安全地回来了 二女已经朝着罗马队冲了过去 此时她的眼里没有别人 只有那骑在黑马上的少年 在她的眼里 少年全身似乎都发着光 只是二妮的性格 可做不出拥抱的举动 到了顾炎跟前就停住了 只是抬着头微笑地看着她 其实顾炎一开始对二妮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她有些不太喜欢二妮沉闷的性格 可是在两个人出摊的那些日子里 她看见了二妮的努力 明明很羞涩 却还是努力地让自己去吆喝 对每个来买煎饼果子的人去微笑 那个时候她忽然发现 这个小丫头其实也挺可爱的 日子出来这么久 她发现自己竟然开始想念她了 此时看着笑得灿烂的小丫头 她发现自己的心也是满满的欢喜 急忙翻身下马 将小丫头抱到了马背上 周围的人顿时善意地轰笑起来 还打趣着这两个人真般配 顾炎被调侃得红了脸 二妮的脸更是红得跟猴子屁股似的 可是能看得出 她心里很高兴 笑得见牙不见眼 顾清衡听到了消息 也迎了出来 当顾炎看得神采奕奕的顾清衡 一步一步朝着自己走过来的时候 忽然流下了眼泪 大哥 顾清衡上前拍了拍她的肩膀 辛苦了 顾炎 顾炎却开心地摇摇头 大哥好了 大哥真的好了 尤其是看见后面跟过来的影期的时候 就更开心了 大哥不仅身体好了 豆芝也回来了 真好啊 仙儿 我们回来了 李忠回头看脸整个运输队 激动地看着杨如新 顺利地回来了 辛苦了 杨如新点了点头 挨个跟众人打了招呼 咱们哪先交接 找时间再聊 大家离开这么久 家里人都想你们了 交接得很顺利 去的时候有货单 货物也是有数的 价钱是早就谈好的 所以放下家具 带回回支单就可以了 至于银子 齐景亦会在家具销售之后结算 回来的时候还捎带了京城的一些货物回来 这个也是有单子的 数量价格也都是清清楚楚 杨如新给大家结算了工钱 按照每个人每天200文结算 另外老邝叔和负责的几个人 又每天多给了三十文 也就是说 每个人这一趟下来 最少拿到了五两多银子 到了京城的时候 顾言作主给每人先发了二两银子 贵的是 大家好不容易进京一趟 总要给家人带些礼物 所以工钱要扣掉那二两银子 这是做什么工都赚不到的 大家都会算账 一年只要出去一趟 那就够一家子生活几年的了 大家辛苦了 杨如新将所有的银子发放下去之后 抬起眼来 我还给大家 每人都准备了年货 大家正好一起拿回去吧 说着 就要王莱宝和许寿 将东西抬了出来 每人一只野鸡 两斤罐肠 一罐虾酱 还有一斤糖果 大家都没想到 不仅出去一趟 在京城欠了世面 赚了银子 竟然还有年货拿 都高兴得 不知道要说什么好 既然东家给了 咱们就收着 以后好好干活就是了 礼中一看 只得代表大家发了话 都赶紧回去吧 哈哈 你也赶紧回去吧 梁友才哈哈大笑 估计早就 想媳妇了吧 你不想啊 李中瞪了一眼 梁友才 你不想 你别回去呀 那哪行啊 梁友才摆了摆手 我肯定想媳妇啊 我还想我闺女了呢 哈哈 就我家那俩臭小子 没什么好想的 杨振理也跟着 哈哈一笑 你们还有人想 我只能想我家 那两间屋子 老匡叔也跟着 凑去一下 这段时间下来 大家的关系 都清静不少 现在有银子了 你娶个媳妇回来吧 起码回来之后 这有口热饭吃啊 李中拍了拍 老匡的肩膀 老匡只能叹息一声 好了 都回去吧 有话咱们找时间再说 众人嘻嘻哈哈的 都跑了 老匡叔 这些牲口 还得让你多费心了 姚如心看向老匡 反正 你也就一个人 要不 过来跟我们一起过年吧 行啊 这怎么好 我 我这里人不少 不差你一个人 姚如心笑了笑 那好 老匡的眼眶微红 我 我先去 收拾收拾 等到所有人都离开 杨如心这才 看向了酷颜 小颜子 你辛苦了 先去洗漱休息一下 晚上 咱们再给你办 欢迎演习 对了 你的房间就在 你大哥的隔壁 里面所有的 被褥窗帘什么的 可都是我家雪儿 一个人亲手做的呢 说完 叹了口气 唉 她可是 谁都不让插手呢 大姐 就算让你插手 你会做吗 三妮撇了撇嘴 凤儿 看破不说破 这才是人生最高的境界 赶紧 将刚才的话收回去 怎么就还是好姐妹 啊 实话都不让说了吗 三妮无奈地探手 惹得大家一阵的哄笑 不眼看里儿妮 心里甜丝丝的 只不过 暂时还不能休息 将剩下的一个大木箱 给搬进了堂屋 这些是齐公子 上午给你烧回来的礼物 从京城带回来的货物 暂时放在了箱房 杨如心点了点头 过去打开了大木箱 都是些布匹 首饰 点心 坟房四宝什么的 另外 还有一些京城的小玩意儿 这是什么呀 杨如心指了指 大箱子里的一个 小木头盒子 和一个包袱 顾炎一把将那包袱 抱在怀里 指着那个木头盒子 那个是齐公子 让我教给你的 说是你知道什么 是你托他找的 不过 他也不知道 是不是你说的东西 你那个是什么 姚如心没急着 看木头盒子 而是盯着顾炎 手里的包袱 确实 顾炎的脸 就可疑的红了 确实 是什么呀 杨如心似乎 更有兴趣了 我说的话 我可要抢了 我让你们看就是了 顾炎看了眼旁边 一点要帮忙的意思 都没有的顾清衡 只能认怂地 将包袱 放在了桌子上 确实 我给大家 带的礼物 这个是给我的吧 杨如心一把 就将其中一个最精致的盒子 拿在了手里 哦 看样子 还挺精致的 让我来猜猜 是什么 不 顾炎想说 不是送给你的 想要抢回来 可是 顾清衡在旁边 虎视眈眈地看着他 他愣是没敢动 只能委屈地 瞪着杨如心 三妮看着 顾炎的样子 扑斥笑了 大姐 你就别不厚道了 管哥怎么可能 送你这么精致的东西呢 那一看就是给二姐的 说完 从那包袱里 掏出了一盒胭脂 顶多给你这个 就不错了 哎呀 我也太没地位了吧 杨如心夸张地 大叫了起来 其余的人 都捂着嘴偷乐 二妞羞得 差点找个地方钻进去 徐慧有些发懵地 看看这个 又看看那个 难道二闺女 跟了顾炎吗 心里顿时有种 说不出的滋味 自己的女儿 有了心仪的人 自己却永远 最后一个知道 大家似乎 根本就不关心 自己的想法 自己这个做娘的 还真是失败呀 二孙自有 二孙福 方氏轻轻拍了一下 徐慧的手 不是我自己夸 我这俩儿子 都很好的 我知道 我也没不高兴 我只是觉得 自己太失败了 你怎么可能失败呢 冯氏却笑了 你是人生赢家呀 你看看 你生养了 这多么优秀的孩子呀 徐慧愣了一下之后 就笑了 是啊 这些都是他的孩子们 只要他不让他们失望 那自己真的就是 人生的赢家呢 杨如新知道 二孙脸皮薄 也没有继续闹他们 就将盒子还了回去 不过 却闹着 顾言当场送出去 让二孙当场 打开了盒子 里面是一枚 非常漂亮的 亲相遇的簪子 在这个时代 男人是不能 随便送女人簪子的 因为 那就有晚发的意思 只有成亲的女子 才会将头发挽起来 所以 也就暗含 求娶的意思 女人若是收了簪子 那也就代表同意了 众人自然知道 这里面的含义 都心照不宣地 起起哄来 三女却忽然情绪 有些失落 姓周的那个混蛋 说是要给自己来信 可是这么多天都没来 等见到了他 我绝对不理他 不对 我只要将他的屁股 踢开花 此时 远在周家的周小 正在跟他爹练舞 屁股上忽然一紧 动作就慢了一下 干嘛呢 周江皱起了眉头 我想新姐姐了 周小理直气壮 我也想蜜儿了 周盈也在跟着扎马步 听哥哥这样说 其默大声地附和 周江叹了口气 等过了年 给你们的娘上过了坟 爹就将你们送过去 过了年 他估计又要奔赴边疆了 唉 现在看来 交给谁照顾都不放心 还是送去杨家吧 太好了 太好了 周盈顿时欢呼起来 此时的杨家正热闹着 杨如心却撤出了笑闹 过去将那木头盒子给打开 刚看清楚里面的东西 差点喜极而泣 天哪 我终于找到了 这一声 像笑闹的一群人吓了一跳 都纷纷地围了过来 却发现 竟然是一盆植物 绿色的叶子 在上端 聚集着一簇红通通的 长条形的果子 大概有个十几个 倒是十分的好看 你说的辣椒 果然是红果呀 顾清衡笑了 红果 杨如心眨不下眼睛 不过很快就释然了 这东西以前 就是作为观赏花卉存在的 红通通的果子 像红果倒也贴切 顾清衡点头 嗯 之前你说 我就想到这个了 是你提醒他的 嗯 其实这东西 我之前也有过一盆 一直放在书房里 红通通的 很好看 而且 好像不招蚊虫 顾清衡 杨如心一把抓住了 顾清衡的胳膊 你听我说啊 现在 我们有了这个 等于有了一棵摇钱树 只要能将这个东西 培育出来 那么 它就可以代以猪鱼 不对 不是代替 而是取代 甚至不客气地说 绝对可以开创一个新的 美食时代 在现代的时候 川菜 那绝对是风靡 大江南北 曾经有个说法 约会的两个人 不知道要吃什么的时候 川菜 绝对不会有人拒绝 顾清衡看着 杨如心急切的模样 省不住 扑吃笑了 我信你 不过 要怎么培育 我不会 不过总归也会的 怎么呢 多去请教一下 那些种田的老把式 总有人能琢磨出来的 我先将这个送去我房间 这也太金贵了 坐在房间里 看着辣椒 杨如心忽然想到了 自己的空间 于是 揪了两个辣椒 进了空间 空间里 没有花盆 但是有盆 于是就去人身地里 弄了两盆土 将其中一个辣椒撕开 将里面的 白色的辣椒籽 撒到了土上 然后浇了水 将另外的一根辣椒籽 埋在了土里 浇好了水 就放在了梨树下 至于能不能发芽 那就要等等看了 空间里 那个从山里带回来的女人 安静地躺在那儿 跟刚出来的时候 没什么两样 杨如心给她清洗过了 也帮她换了衣裳 还理了头发 看上去 没有那么恐怖了 前辈啊 暂时 我还没空去泉州 所以 你就只能再等等了 不过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事 一定会做到的 我已经派人去打听 你的天灵哥哥了 女人不知道 是不是有知觉 嘴角似乎微微地 弯了一下 不敢耽搁太久 杨如心急冒从空间里出来 看了眼那盆辣椒 狠了一下心 还是揪了四个辣椒下来 刚才 在空间撕辣椒的时候 能感觉到味道很重 正是她想要的味道 所以 今天 她就用这个 做几个菜 让大家尝尝 外面的众人 已经分完了礼物 那些胭脂水粉 是送给徐慧和冯氏的 而给她的 则是个挺漂亮的 琉璃盒子 可以用来放手势 顾言 你的京城 有没有见过大型的 透明的琉璃 杨如心看着那盒子 又想起了玻璃 顾言摇了摇头 那种大块的 透明的琉璃 只有海外有 可以从商船上买 顾卿恒却解释起来 因为一岁不好运输 所以只要过来 都十分难贵 树然也不多 杨如心无奈地点点头 看来 要用玻璃窗户的梦想 还得推迟 随即 就放在了脑后 开始着手 用辣椒做饭了 当天中午 杨如心炒了一个辣子鸡 一个酸辣土豆丝 还有一个水煮肉片 虽然辣椒太少 辣味不太够 却还是让每个人 都多吃了一个馒头 众人也终于知道 杨如心说的这个都是钱 一点也不夸张 这样的菜 要是在菜馆里推出 可想而知 一定会爆红的 不行 我得赶紧找人来种这东西 还要种药材 杨如心终于过了一把辣椒饮 将筷子一放 一刻也等不了的起身 我呢 去趟村长家 我陪你 顾青行急忙起身 也跟了过去 杨满苍家此时 也正刚吃了饭 正在开心地说着话呢 因为运输队回来了 就代表着那些家具赚钱了 而他的小儿子就在家具作坊里 那家具赚了钱 就代表他小儿子也赚到了钱 老大杨振山正在琢磨着 年后也跟着进运输队 天 事也说了 运输队是要扩大的 年后 我跟着去跑几趟 回来也能在旁边起个房子 眼看着地底也大了 也该收亲了 村长大爷 刚说到这里 外面传来了杨如心的喊声 在家吗 在呢 咱俩星儿 杨满苍吓了一跳 急忙迎了出去 出什么事了 村长大爷 我有事跟你商量 绝对是个好事 杨如心摆了摆手 而且是赚钱的好事 快说说 杨满苍一听 又赚钱的门路 顿时来了精神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山里汉》